大學女生常戴耳機聽音樂 耳朵周邊疼痛 誤以為是音量大造成影響 其實它是孽餓關節發炎 它是一個連接頭顱骨跟下汗骨的一個關節 它可以讓我們嘴巴張開跟閉合 它其實還可以左右降動 那一旦我們使用過度 肌肉過度緊繃 其實就可能造成了這個關節 或周邊的一些肌肉發炎 孽餓關節炎常常被忽略 吃硬的食物咬太久 唱歌 睡覺時磨牙 甚至情緒緊張 咬牙切齒都會造成 尤其好發於年輕女性 20到40歲最多 因為疼痛時患者常會脫塞 因此又有美人病之稱 一直咬東西的時候比較會 沒有就吃那種珍珠 還是什麼比較Q的 一直咬一直咬著 孽餓關節炎大部分患者都能痊癒 但是延誤治療的話 可能會影響嘴巴開合 醫師建議孽餓關節發炎 可以先熱敷再用雙手按摩 在仰手指頭 在前面稍微這樣按摩 大概每一次一天一回合 大概20到30下左右 孽餓關節位於外耳道前方 發炎又牽涉三叉神經 可能造成耳痛 頭痛 不要輕忽 以免小病變大病 大愛新聞李雅萍李月維 台中報導 發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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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炎